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大上海的心脏人民广场 人民广场位于上海城区的中心 是上海百年欺辱历史的见证者 那么人民广场的命名有什么缘由吗 那么说到人民广场的名字由来也非常有意思 这个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 上海市政府决定重新规划一下这个地方 那么就选了人民广场 那么当时也不叫人民广场 叫这个跑马厅 因为在上海正是对外开埠1843年之后 那么英国第一任领事巴夫尔就选中了外滩这片土地 那么当时在建成了二三十年之后 那么经济发展得非常快 那么随着外国人逐渐增多 他们需要娱乐的地方也逐渐增多了 于是当时的英国人又选了人民广场 现在我们所站的这块地方 它建成了一个跑马厅 也就是赛马的地方 那么在此之后呢 二三十年就一直是成为跑马厅这样的存在 那么在新中国这个成立之后呢 这个地方呢就不存在了 当时呢就上海市政府呢就决定啊 把这个地方呢建成一个大型的对外的一个空间 包括像这个人民公园 人民大道 还有像这个人民广场 那么人民广场的改造呢 也是非常的巨大 比如说现在在我们脚下 就有这个巨大的这个轨道交通 有地铁一号线 二号线 八号线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两座大型的这个地下商场 在下面相连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这个人民 我们现在所站的地方呢 是这个人民公园 那么人民公园啊 最出名的就是 每天早上呢 是会有当 非常多当地的人啊 在这里早起锻炼 包括呢 还有人民广场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人民广场的相亲角 对 那么无数的这个父母 对这个儿女啊操碎了心 基本上儿女呢 是很少出现在这里的 基本上是父母啊 带着儿女的像典礼一样 然后有上面有名字 家庭这个家庭条件 以及这个这个教育背景啊 等等等等 以及还有些呢 还是上面附有照片啊 如果看对眼的话 就可以当场谈了 那这个呢 也是上海非常特有的 一种文化形式 我好像听到有鸟叫的声音 你刚刚提到这边是有鸽子是吗 对是的 然后在这个人民广场的西面呢 是有一排这个鸽子龙 那么在这里呢 是养了上千只的鸽子 那么每当夕阳 黄昏 然后还有早晨的时候啊 鸽子呢 都会起飞盘旋在空中 非常漂亮 而且那边呢 是有卖那个鸽子石 对对对 可以喂食 然后你可以感受到 这个一群群肥肥胖胖的鸽子 对 有的漫步在地上 有的在空中盘旋 非常非常漂亮 而且你如果喂食的话 它会跑过来到你手上 吃这个饲料 然后待会儿 等你站起来的时候啊 它会停留在你的肩膀 然后停留在你的手上 非常有意思 那到时候我们可以去体验一下 这种喂鸽子的活动吧 是的 那我看到 刚才你提到 这附近的绿化环境 是非常的好 是的 那我也想问一下 这里的树都有什么讲究吗 它们都是什么品种的呀 对 说到这个人民公园啊 它这个整体的环境会非常好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这里呢 有非常多树 比如说在我旁边的这个梧桐 然后像我们身后的 还有水山 还有香蕉树 等等等等 那么这里的总体的绿化呢 覆盖率特别的高 高达95%以上 而且这个公园呢 是免费对所有人开放的 只要你来都可以免费这个 呃 来逛逛这个公园 非常不错 嗯 那周围这几栋大楼分别是什么楼呀 哦 说到这几栋大楼啊 可有来历了 首先我们看这边 这个呢 它是上海博物馆 那么它是建成于1996年 你可以看到啊 它的造型非常独特 那么因为在中国古代啊 有一个观念叫做天园地方 是的 没错 那么古代人认为呢 天是圆的 地是方的 那么所以呢 呃 这个上海博物馆呢 就秉承了这个理念呢 就把 就按照这个造型 那么从远处看呢 它又像一个这个青铜顶一样 那么比较有寓意 那么整个上海博物馆呢 是高29.5米 那么上下呢 一共四层 地下呢 也有一层 那么里面呢 有非常多展馆 那么现在呢 上海博物馆是免费 对所有人开放的 但是呢 如果有展览的话 它是需要收费的 那么它里面呢 展出有这个像青铜器啊 陶瓷啊 书法啊 一些非常精致 那么到时候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进去看一下 对 那么除了像上海博物馆啊 在我们这边转身 过来可以看到 还有像这个 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 那么这个展示馆呢 是在2000年建成的 那么我们在里面呢 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沙盘 从00年到2020年之间 上海的一个总体规划 都在里面能看得到 那所以只要来到这里 你就能对上海 有个总体的一个概念 那么这个沙盘啊 它是这样子的 它是不知道你之前 对上海有没有过了解 上海呢有三条环线 叫内环中环和外环 那么是在中环以内 这个中环以内所有的 这个建筑图纸啊 这个模型啊都会在上面有体现 就在一个沙盘里面 对对对是的 所以只要如果以后来 你的家在中环的话 你就能在那个沙盘里 找到你家的地方 所以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那么整个城市规划展示馆呢 还能看到非常多 其他上海历史变迁的一些文化 那么包括上海一个发展的未来 那么城规馆呢也是比较有 这个让你对城市 对上海这座城市有更好一个 理解的一个地方 那么除了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以外呢 旁边啊这栋这个通体白色 这个比较看起来比较庄严肃木的 这种这桩楼呢 就是上海人民大厦了 这个人民大厦呢 就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的所在地 它是1995年建成的 最早呢这个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地啊 不在这里 是在外滩那边 那这个当时是在90年代重新规划之后 才把选址把这种这个人民大厦是搬到了这里 那么它是上下的19层楼 总共呢同时可以2500人办公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是通体白色 非常低调的一个建筑 那在这个在人民大厦旁边这一个呢 就是上海的大区院了 不知道每年的上海电影节 你有没有听说过 有听说过 对每年会有非常多的电影明星来到这里 然后包括上海电影节呢 也是这个三大的国际艺术节之一 那么这个上 你可以看到那个上海大厦的造型 它非常独特 它是一个反翘式的屋顶 那么它呢就像一个聚宝棚样的形状 那么这个呢就是简单的一个 人民广场周围的一些这个小的景点 我们现在应该也能听到旁边传来了悠扬的琴声 刚才我们也被这个琴声所吸引 我们过去看了一下 我们发现那边有一个叔叔在那边弹一个琴 你还记得那是什么琴吗 哦 是凤凰琴 对啊 我们从来都没有 也是我之前没有听说过的一种类型 叫凤凰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刚才你和叔叔聊了些什么 刚刚也不能叫叔叔了 他已经73岁了 看起来非常的年轻 那么叔叔呢 已经在这个公园里 也谈了八年了 每天风雨无阻 来到这里弹琴 就像上班一样准时 早上十点到晚上四五点 这应该也是一种兴吃爱好使然吧 对 凤凰琴呢 据叔叔所说 好像之前是上海的一种玩剧琴 是吗 是 也是很难得 因为我们很少能见到 能把玩剧琴 就是一直能练到现在 而且弹得这样好 嗯 据说 据说他呢 是从小就开始玩这个凤凰琴了 那么一直中间呢 有停过很长时间 那么退休之后呢 他又重新拾起了这门记忆 然后他每天开始练琴 那么包括之前叔叔也跟我说 他女儿都不知道他会弹这个琴 那么之前呢 也有上海这个电视台来采访过他 在这个2016年的时候 那么采访他 就是给他拍了个专门的纪录片 名字就叫做 我有一把琴 它的名字很好听 除此之外呢 我们刚才在那边认真聆听了一会儿 他弹的曲子呢 叔叔弹的曲子大多比较欢快活泼 主要有 他那颂 莲儿小叮当 两只老虎这种活泼欢乐又是充满同趣的音乐 音乐是没有国界的 他的乐器弹出来 他所弹出来的音乐总是那么的活泼 所以看起来叔叔也非常年轻 我希望以后我们也能像叔叔这样 有一个自己喜欢的爱好 然后能让他一直陪伴着自己 让自己也始终充满同心 充满同事也永远年轻 上海的南京路是上海开埠后 最早建立的一条商业街 他东起外滩 习起延安西路 横跨京安黄埔两区 前长5.5公里 以西藏中路为界分为东西两段 1945年 国民政府从列强手中收回所有租借后 将南京路改名为南京东路 京安寺改名为南京西路 所以说 当我们提起南京路的时候 一般是指南京东路和南京西路 那说到这个南京路啊 那么有一群人啊 不得不提 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叫南京路上好八连 有听说过 可以介绍一下吗 是 那么在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 以及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啊 那么这一段时间呢 这个又进行了这个国共内战 所以说当时的上海呢 是整个环境是比较紧张的 那么尤其是 就是在上海呢 又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 那么不仅是有这个很多的外国人 那么当时有这个国民党 还有像各个地方的人都有 那么说到南京路上好八连啊 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啊 第一批派到这个南京路上来执勤的 特指的就是上海警卫队的三连第八营 那么在刚开始这个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啊 当时啊 资本家扶手还是比较厉害的 那么他们呢 是刻苦坚守了人民军的这个 监控朴素的特征 那么守卫好了上海这一班港 那么在2010年的时候啊 上海这个美术出版社呢 也出版了一本书叫做 《霓虹灯下的哨兵》 讲的呢 就是上海南京路上的这一群 这个首位南京路 这个安全的这个士兵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已经来到南京东路 那么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 南京东路的历史吗 好 南京东路呢 东起外滩 中山东一路 西至西藏中路 全长的是1599米 其中河南中路以西部分为步行街 一直以来就被誉为中华商业第一街 素有十里南京路以一个步行街的称号 路旁面布着各种上海老字号商店以及商城 每到节假日呢 这里总是人头攒动 一片热闹繁华之景 南京东路的历史稍早于南京西路 150年前在南京东路 历华百货公司附近建起了上海的第一个跑马场 同时建筑了一条通往外滩的小路 因为国人经常看到外国人在这里跑马 所以称此为马路 它的正式名称为花园龙 上海人便根据其发音习惯称其为派克龙 其中最有名的饭店坐落于此间 当年蒋介石与宋美龄就在长江饭店玩婚 从南京东路呢可以直接到著名的景点外滩 可以看到黄浦江的外滩全景 钟笼和东方明珠 经贸大厦 国际环球金融中心等 我们可以看到南京东路呢是商铺林立 有许多是历史悠久的名店 京店有著名的老奋祥 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有钟表店 亨德利钟表 以及有眼镜商店 无良才 简刀店呢是有张小泉等等 作为上海最著名的商业街 解放前曾为全国三大顶级商业街 其中四大环球百货 永安永安公司 先师公司 新兴公司和大兴公司 共同创下亚洲百货业 无数个第一次 包括第一个使用自动扶梯 第一个在百货公司设空中花园等 好 接下来让我们漫步南京东路步行街 来一起探访一下 南京路起源于1851年的花园龙堂 1854年时延伸到浙江路 俗称大马路 1862年再次向西延伸 延伸至西藏路 1865年正式定名为南京路 1945年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租界被废除 民国政府将南京路分别命名为 南京东路和南京西路 1908年5月 通行油轨电车 但是呢 在1953年的时候 南京东路拆除了油轨电车轨道 重新铺设了路面 改铺为柏油路面 2000年时 南京路东起河南中路 西至西藏中路 并且建造了现代化的南京路步行街 为南京路又添一大特色 我们刚才走过南京路步行街 我们可以看到两旁商店林立 有很多的商场和小吃街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有哪些值得购买的东西吗 那当然 那么总的来说 南京路的话 可以看到上面有非常多的商店 男女老少来到这里呢 都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比如说 像我们身后的这个 宝大祥的儿童用品商店 在这里呢 儿童可以购买到 他想要的玩具 包括服装 包括一些文具商品 都可以在这里买得到 女士的话 比如说像上海服装商店 然后第一百货 以及大碗百货 以及其他的一些大型商场 都可以买到衣服 然后呢 包括男士也是 男士的话 一身必须要有一套的西装 那么在上海的话 培罗门西装啊 是非常出名的 男士呢 在这儿也可以选购 他需要的东西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许多的食品商店 比如说第一食品商店 然后还有一些小吃啊 什么的 那么也可以作为 伴手礼带回去 比如说像上海的特产 比如说像有梨高糖啊 有雪花糕啊 当然雪花糕可能这个 年代比较久远 但也是上海的特色之一 然后包括还有像这个 大白兔奶糖啊 有非常非常多的 这样的一些食品 都可以带回去作为伴手礼 我们说到南京路啊 我们通常指的是南京东路 那南京西路又有什么呢 南京西路呢 则是和今天的淮海中路 并肩齐名的上海顶级商业街区 南京西路呢 原名静安寺路 始建于1860年 1862年的时候 租界政府为了方便军队 抵达太平军前线 以越界驻路的方式 将如今的南京东路向西衍生 穿过当时的租界边界 县西藏东路 直通静安寺 与县华山路接通 这片新开辟的道路 以静安寺前著名的永泉 许名为永泉路 又名静安寺路 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路段 至今仍然保持着租界时代 大约20米的路幅 绿化良好 只有西康路和同仁路间的一小段 在1954年修建中苏友好大厦 也就是如今的上海展览 短时后宽 这一段不设彩色 人形盗版 该路仍是上海绿化交好的马路之一 东端由跑马厅改建的人民公园 西端是由万国公路 改建的静安公园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游览的南京路吧 上海的南京路呢 不容置疑 是上海最繁华的街区之一 南京路呢 两旁云集着数百家的商店 随着改革开发的深入 南京东路步行街的开通 以及各国商家的入住 这条商业大街 现已经成为名处其实的中华第一街 现在呢我们所处的位置是上海中心大厦 在坐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就是我们今天上午游览过的外滩 接下来我们有楚洁姐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外滩 那么说起外滩啊 这个历史啊也是非常悠久 那么之前都说 2000年历史看西安 500年历史看北京 那么100年历史就是看上海 那么如果大家第一次来上海游玩的话 我当然最推荐的一个地方就是外滩了 那么在这里呢 你不仅可以看到上海的过去 与上海的未来 那么 那么外滩我们最主要是看什么呢 就是看它各具风格的各种建筑 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呢 当时上海呢正式对外开步 那么第一任住户领事巴福尔呢 就看中了外滩这片土地 那么当时外滩呢又称之为黄浦滩 只是城隍庙外面啊 一片岩浆的滩地 那么当时呢 他是觉得这个地方呢 特别像英国的这个泰晤士河畔 那么所以呢 他当时呢就选了这片土地 后来在1845年的时候呢 他就跟上海的倒台申请 最后呢就批下了 包括外滩在内这 这片土地一共800亩 那么就成为了英租界 那么后来啊 在这个1849年的时候 法国人呢也过来了 在外滩以南的这个地方呢 也建立起了法租界 当时呢两个租界的共同啊 在沿江就修了一条路 当时这条路呢叫做黄浦路 后来在100年以后 也就在1945年的时候 为了纪念伟大的革命先驱者 孙中山先生呢 就把这条路啊 改名了中山东一路 那么整个外滩啊 其实它是北起外百度桥 南至延安东路 全长呢是1800米 地形呢是呈新月形 那么上面呢一共有26状啊 各具分隔的建筑 其中啊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背后啊 有一幢这个外滩 占地面积最广 然后也是最宏伟的一幢建筑 这个呢是前惠芬银行大楼 那么说起惠芬银行呢 它是创建于1864年 最早呢是在香港成立 后来呢因为它的业务发展 极其快 那么在各个 在世界各国呢 都有分支机构 后来呢在上海 第二年呢也是在上海建立了这个分行 当时呢是在惠中饭店的这个一楼 租了办公室 经过不断的发展 壮大呢 后来呢它当时啊就在外滩买了一块地 那么建了自己的这个大楼 那么这幢楼啊被英国人誉为 从苏伊士运河到白令海峡 最漂亮的一幢建筑 也是最独一无二的一个建筑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呢是顶上有一个穹顶 也是非常漂亮 那么说到惠芬银行里面呢 有一个西式三宝 这三宝呢 第一宝呢就是它门口的两个铜师 那这两个铜师呢 一个是张着嘴巴 一个是闭着嘴巴 那代表了这个惠芬银行 它代表了惠芬银行的一个 金钱的一个土纳啊 也是它的一个象征物 那么说到这个两个铜师呢 也有名字 非常的有意思 张嘴的这个呢 叫做史蒂芬 那么是当时啊 香港 当时时任香港 这个香港区域的一个总经理 那闭嘴这个呢 叫做施迪 是上海分行的总经理 那么第二宝是什么呢 如果你进入惠芬银行里面看啊 它这个穹顶上呢 有一个巨型的马赛克拼图 那这个马赛克拼图呢 是希腊古代神话的人物 那么在这个八角门廊上面呢 还有当时 惠芬银行在全球 在全球八个分支机构 包括有英国伦敦 美国纽约 还有像香港 泰国 上海等等 一共有八个 那么它的第三宝 那可真是非常值得参观一下 因为它里面呢 有四根意大利的天然的大理石柱 那么这个大理石柱啊 是用整块的天然 天然大理石雕刻而成的 那么全世界呢 一共有六根 其中四根呢 在我们的上海的惠芬银行大楼里面 另外两根呢 在这个法国的卢浮宫里面 那么这个呢 是惠芬银行 最值得观看的三样宝贝 那么在它旁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带着钟楼的这个 是这个海关大楼 那么海关大楼呢 是建成于1927年 它最值得观看的 就是顶上这个大钟了 那么也是模仿的 当时英国议会的这个 国会大哨上的这个大钟 那么整个大钟呢 直径是5.4米 它的直 它这个分针呢 是有3.17米长 是这个时针呢 是2.3米 那么每隔15分钟呢 就会奏一次乐 那这个乐呢 是这个 取自中国音乐 叫做东方红 那每个整点呢 也会暴示一次 那么这个海关大楼呢 以隔壁的惠芬大楼啊 共称为姐妹楼 那么我们再往旁边看呢 那我们就能看到这个惠中饭店 就是当时啊 前惠芬银行 就是在这里租住的办公楼 那么它现在呢 已经成为了 和平饭店的南楼 那么这个 在惠中饭店建造初期啊 它是建造的非常的豪华 那么也是第一个安装电梯的一个酒店 那么它呢 是建成于1908年 但是它门楣上呢 刻有1906的字样 是因为啊 这幢楼呢 是在1906年设计的 那么再往旁边看呢 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边呢 有三根立起来的这个石柱啊 那个呢 这一呢 是人民英雄纪念碑 纪念的是啊 从抗日战争中 啊 所有牺牲的一些英雄 啊 那么再往北边看呢 我们还能看到外百渡桥 那说到这个外百渡桥呢 也非常的有意思 那这个外百渡桥啊 最早呢 外百渡桥呢 是横跨于这个苏州河上面 在苏州河的北岸呢 就是以前的美租界 那么最早呢 苏州河上是没有桥的 那么如果要往来两岸的话 就必须要乘坐这个百渡船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钢铁桥啊 是在1907年建造的 那么当时呢 也是呃 让英国人来这个设计建造的 那么至今呢 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那么再往旁边看呢 我们还能看到这个金茂大厦 金茂大厦呢 也是非常的外观非常独特 那么它是成宝塔的形状啊 那么它呢 是420米高 建于96年 那么整座楼呢 不算特别高啊 它呢 是有88层 但它最有特色呢 是一个中空的一个回廊 你站在88层的观景台上 往下看可以看到50多 呃 它是到52 52层到88层 那是中间的一个呃 呃 观景 观景廊 你往下看呢 呃 如果你恐高的话 就可能会有点害怕了 那么在这个金茂大厦的旁边呢 我们还能看到上海市的标志性景点啊 这个东方明珠 那说起这个东方明珠 那么在 是在91年开始建啊 那么在93年建 在95年建成的 东方明珠呢 因为它设计造型啊 非常的独特啊 那么它呢 是当时啊 是呃 设计师呢 是有这个 上面设计了非常多的球 分为太空舱 上球体 下球体 以及下面五 呃 三根立柱上的五个小的球体 一共是一个球 那么当时呢 是设计成为 一种意境 叫做大猪小猪落玉盘的感觉 那么它呢 在上球体呢 有观光层 在267米呢 还有个旋转餐厅 那么在上面太空舱呢 也有个 呃 各国领导人的一个 展览廊 那么每年啊 如果有 全世界各国的这个领导人来呢 一定会来到这个地方 那么所以 呃 那么东方明珠呢 就先简单的 讲到这里 到时候呢 我们再仔细的参观一下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外滩建筑博览群上 主要的这几个地方 那么为什么说啊 在外 为什么说外滩是非常值得来参观呢 因为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上海的过去 在对岸呢 还可以看到上海的未来 那今天的外滩就先了解到这里 希望各位同学以后呢 来有机会啊 能实地来感受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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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